下載Android Studio 雲端上面的可吸板 解壓縮出來之後 我是建議不要有任何的 像中文的檔名等等的 然後把JDK裝好之後 再執行這個Beam 64 Studio 64 如果應該正常狀況 你只要每次啟動 應該他就可以開始讓你 可以開始讓你開發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一樣是 請各位連到雲端上面 我們今天在做其他練習 那一直到我想我總共來七次 今天是第三次 那後面就是做練習 反正就看進度吧 也許如果進度快一點 要多講幾個 理論上會 基本的元件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一些按鈕 然後Test View 再來也許就是 跳一些訊息方塊 可能是TOS RM Dialog 等等 另外也許就是下拉清單 常用也許是單選 複選 那另外還有就是放圖 圖的話怎麼讓它顯示吧 那這地方我們可以用Image View 可以讓它顯示 顯示的話呢當然還可以 有一些 預覽的方式 比如說小說圖 有點像是 你們常用的那種看圖的 小App 那個類似那種怎麼做 其他也許比較常用像List View 清單式的 像跟資料庫連接 你可能會需要有一個 大概的 一個Summary 一個 大概的一個項目 然後點擊進去之後 跳一個詳細的內容 那這個其實呢也是可以用List View 等等 那往後當然 後面其實我們 我在其他地方上課 還會牽涉到什麼 資料庫 像CQLine 你一定要有資料庫 你沒有資料庫 你只能放一些簡單的東西 另外的話 還有Google Map 或者甚至是 網路上的資源 下載下來 比如說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那你可以馬上下載 馬上顯示在手機裡面 那這部分我想運用的會非常廣泛 不過前面基本的啦 我想我們七次上課能夠講的 盡量講 然後也要請各位還是回去要多多練習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Hello World 所以你做完之後 理論上呢 他應該還是會切到 上個禮拜 如果我沒有把它關掉的話 那當然你開啟之後 再來就是把那個模擬器 所以AVD Manager這個 把它點擊下去 然後呢 當然你要開始測試的話 你就把這個模擬器給啟動起來 那因為我們是用X86的 這個 模擬器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你驅動程式有慣的話 理論上你按下 這個Play之後 它會啟動這個畫面 大概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的CPU 效能非常好 所以理論上大概 大概5秒10秒就可以把它開起來了 所以效能實在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那個 X86模擬器 可能你開個 1分鐘 2分鐘 甚至有開10分鐘都開不起來了 所以我不建議你用什麼 那個 ARM 那種模擬器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已經把這個模擬器 給打開了 這個模擬器當然 其實它就是類似一支手機啦 那主要的用途就是當我執行 它可以 幫我載入到這一邊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如果你還留著你可以把它執行 它會跳出一個 那個 一個device 一個裝置在這裡 那一定可以把它執行過了 這上禮拜的東西 那回去有請各位在練習啦 比如按了一次按兩次 之外可以換顏色啦 或者是說在其他練習啦 反正這個 很多的變化題都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 再更 進一步練習 那這個練習的話呢 請各位開啟那個 也許雲端上面的 基本元件 這邊有兩個練習啦 看今天能不能講 應該講一個 另外一個給各位 當練習啦 那這個元件裡面的話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以後你要做一個那個 一個App的話 請各位就分析 理論上現在比較流行的就是MVC的架構啦 反正你就把MVC這三個準備好 其實你這個App大概可以做出來 那我們 M的話指的是資料 資料的話通常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大量資料 所以M的部分 暫時可以略過啦 一般是配合資料庫 那後面有個V V的話就是畫面 就View C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Controller 就是那個Java程式 那上個禮拜啦 其實我們就是 針對VC 那M的部分的話 其實放一些資料 今天也許會 稍微涉及到 比如說呢 我今天想要放一些 可能一些文字的檔案資料 或者是說呢 我們後面還會再延伸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App 你希望是一個多國語系的 那所謂多國語系 就是說你在不同的國家 的語系底下 看到的那個介面是不一樣 你不能說 任何國家跳出來都繁體中文 他又看不懂繁體怎麼辦呢 所以 如果在 英文語系國家 你就跳英文嘛 有沒有 那如果韓文 日文 各國 大概 简體啦 等等的 大概主要的那些語系 你都有的話 那你這個App 將來當然你 可用性一些就更高啦 不然的話 台灣使用人口 大概幾百萬啦 如果你可以 做多國語系的話 光英語系國家 其實就可以 延伸幾十億 那個 使用者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做 那我們今天的練習 大概就 V的部分呢 做一個什麼 也許類似電話碼 當你 打任何電話碼 這邊會顯示 所以上面是一個 Test View 下面的話呢 總共會有 九個 12個再加一個 13個 底下會有13個 而且 這13個按鈕呢 你必須要做排版 所以排版的話呢 類似長得像這樣 這排版 這個版型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我怎麼樣可以針對 因為上禮拜有講到有關那個 排版我們外面有用 List View 那其實這邊可以用List View 或者另外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Table Table也可以 就是 他主要那個Layout 後面這個Layout 其實是排版 也就是你要把這上面的元件要怎麼擺放 你因為你如果沒有一個Layout的話 沒有一個 一個版型的話 他沒有辦法正確的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有就 刻意的 做了13個按鈕 上面加一個電話碼 那這怎麼做待會來看 那這邊有一個大概的一個 示意圖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做完之後 畫面做完之後 V的部分完成 再來就是C C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那你不能只是跳出來 不能夠讓人家使用嘛 所以接下來怎麼去控制 當我按一下 某一個按鈕 比如按下1 這邊會顯示1 當我按下2 大概以詞類推 1 2 OK 一直往 你按哪一個 這邊有個清除 這個清除 當然有兩種邏輯 一個是 把後面的號碼全部清掉 這是一種邏輯 或者是按一下 清一個字 清哪一個字呢 清最後一個字 兩種邏輯 其實你都可以試試看 但這個 如何清除 後面的字保留前面 電話號碼加冒 這要保留下來 你不能一清 全部沒有了 不行 所以 假設我們的邏輯 是這樣 你有沒有辦法利用那個 Java 其實後面 如果清掉那些字的話 那個部分其實是Java的範疇 其實程式設計裡面 如果你要把這些 程式寫好的話 比較重要還是Java部分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 介面 當然程式我也把它放在這裡 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Ctrl C, Ctrl V 其實V跟C就出來了 而且可以RUN沒有問題 我有把它貼在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動手自己做做看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我們又會多講一個東西 剛剛講的就是所謂的多國語系 V跟C在這裡 都在這裡 那補充就是有關多國語系的設計 那一般的書裡面也有講到 不過我覺得書裡面講的不是很清楚 看半天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實際上 反正就是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快速的產生 至少英文語氣吧 至少 日文 韓文 簡體 那在繁體 大概這其中 其他什麼 阿拉伯語系 其實差不多啦 你Google 如果Google翻譯完之後 結果你根本看不懂 也不知道翻得對還是不對 不過至少是有翻 只是說可能那個國家的人 看到那個介面 他會不會 會不會看不懂 或怎麼樣 或者翻錯 那我不得而知 除非你真的找到那個國家 你幫我翻一下 看一下 確認一下 有沒有問題 你再做一些修正 OK 然後 然後模擬器 裡面當然 因為我們等一下也會使用到模擬器 那模擬器裡面當然 你也需要去變更 它的語氣嘛 因為這個模擬器 預設起來 它實際上是什麼 比如說你把它back回去好了 它這個環境基本上它是英文 英文環境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針對這個環境去做setting 這個setting應該在這裡 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類似一隻手機嘛 那邊有個setting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把這個環境改成其他語氣的話 那往下推 這邊可以language 你可以把它改什麼 預設是United States 就美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改成其他語氣 你就往上推 但是因為 繁體跟簡體 它放的位置 比較下面 剛好日本語 上面才是繁體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繁體的話 很簡單 就點下去就好了 它這邊就會馬上變繁體了 其實 Google Android手機 在那個 就是語氣切換非常簡單 比起以前視窗環境設計 簡單太多了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讓它 可以變成那個 就是說多國語氣 這個我想我們會補充說明 那像這個 這個示意圖是 如果你要日本 日文的話 不過我當然要翻譯一下 至於什麼翻譯 其實這裡面只有 兩個按 一個Text View加一個按鈕 需要 變換那個 就是 語氣 所以這比較簡單 所以我底下有幫你們翻譯 我是從那個Google翻譯裡面 把它貼上去換別的語氣而已 當然它很多啦 你自己還可以再加 只是我大概講一下 其他都 如 一樣的方式 OK 那這個東西是在雲端上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建立專案 那一樣 你就把這個專案先把它關掉 所以Close 有沒有 之前的啦 舊的你就把它Close掉就可以了 Close Project 然後它就怎麼樣 跳到原來的畫面 請你按一個Cancel就好了 這個我 不建議啦 你就把它Cancel掉 Cancel掉之後呢 它就恢復到原來的那個主畫面 他問你說要不要RUN 不要RUN好了 以後 我是建議啦 不要RUN這個Wazor 這個 我覺得 不是很 很好用 按OK 不要 不要再出現了 好 就跳這個畫面 這個主畫面 以後它的架構啦 反正 你 之前RUN過的 專案它都放這裡 如果你要開一個新的就是按這裡 如果你要開 其他目錄裡面的 專案你就用這裡 然後等等Check 另外它還有什麼呢 去檢查一些其他的東西 或者這邊還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不過目前 暫時還是不要動好了 我怕你一動之後 整個這個開發環境又亂掉了 那你又麻煩 OK 那我們還是就是 用比較安全的方式啦 因為你會發現 說真的真的不要亂動 因為之前同學 只要亂動一個地方 真的沒事 就沒事 有事就衝衝全部都亂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啦 只要你按照對的方法 我想開發應該會很愉快 好 關掉之後 接下來就start一個新的 一個Android的 Studio的專案 把它點擊進去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問說 你的專案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也許我們把它 因為今天算第3章好了 叫CH03好了 然後底線 特別重要你不要用那個 那個 減的符號 這個好像是保留字 盡量不要用 我習慣用底線 比較安全 底線 然後呢 這個專案名稱 也許叫多按鈕 的專案 也許叫什麼 Mati Button 給這個名稱 也許你也不用取那麼長 也許你就是給他一個簡單的名稱 比如縮寫 MB也可以 那 再來我們的 Computing Domain 我前面講過啦 反正從小的 到大的 最大的 類似有點像 網址的那種概念 然後 再來的話 放哪裡 我放DD底下的這個底下 然後有一個 他將來會幫我產生一個目錄 就是這個 CH03的Mati Button 然後NAS 一樣的方法 拿一個SDK 我們用15好了 4.03 下一步 那一個 Empty 下一步 另外他一樣會產生一個 C Controller 就是MainActivity 的一個Java檔 跟一個 畫面 V 它是用XML 一個 ActiveMain的一個檔案 然後按一個Finish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第一個階段 建立專案 建立好專案之後呢 再來一樣 我們就分別怎麼樣 把 專案再來就V 畫面的部分 先解決 再來把C 寫完 那你就可以把它run出來了 OK 那理論上 我們的V 我希望看到的版型 它第一個 切進來之後 它一定就長這樣子 反正 一個是你實際上 看到的版型 一個是讓你 比較好預覽的一個版型 那實際上這邊還有一個 放大的按鈕 那放大按鈕 我是建議你慢慢習慣 它的有一些功能會 可以讓你藏起來 就是比如說這個Project的結構 這個叫檔案 總管之類的 你可以把它點擊 它會縮 縮起來 如果你要再把它呼叫起來 你就再點一下 它又點 點出來 我是建議你先把它關起來好了 因為我們的解析度 不夠寬 所以 把那邊先關起來 另外還有這邊 這邊有一個Grandle 這個可以把它關起來 這樣 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不要關 這兩個 好那就關這個Project 然後再來的話 有放大縮小 你會發現這邊有放大縮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做第一個 就是那個畫面出來的話 那你 我先切到Test Test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般 預設一定會 已經幫我放一個Test View 在中間 那上下的東西 請你一定要保留 如果說你等一下 要先試用我的那個什麼呢 我雲丹上面的程式 記得 頭尾你如果要貼的話呢 記得頭尾要留下來 中間的地方把它刪掉 就是把這個東西 把它蓋過去 那中間的話呢 請你加一個什麼 假設啦 我先預覽給各位看 待會再教各位 怎麼樣 利用那個圖形化工具 產生這些東西 那這裡的話呢 有個Layout到Layout 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中間這一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已經完全產生了 有沒有 電話號碼 然後加上13個按鈕 那不過 最後你請你把它 再Ctrl C一下 因為這個是 我們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那等一下會教各位怎麼樣 快速的完成 這個東西 我們用的方法 用Design Design裡面的話 我之前講過了 第一個你要用Layout Layout裡面的話呢 也許我們先怎麼樣 先用一個 也許是什麼 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有分成橫向跟縱向 那怎麼樣再把Button放進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環境Ready 等一下再來看 第一個 把上個禮拜的 重點 簡單回顧一下吧 然後再來講一下 今天的重點 建議 Linear Lay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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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